台湾房市持续低迷 不过即将通车的桃园机场捷运 附近的房市买器却是逆势上扬 而其中A10山鼻站跟A11坑口站 因为靠近桃园机场的出入口 看好未来国际旅客的人潮 不仅为在地百年古厕德新堂 注入了新的艺术文化 也带动房市买器 新屋成交量高达三成 请我们赞生鼓励 贵宾排排站 为迹象物猫头鹰进驻三级五级德新堂剪彩 三公尺高 重达200公斤的猫头鹰雕塑作品 要在桃园机场捷运通车前 为百年古厕注入新的文艺气息 后面是五九桶山 那这边早期 包括到现在 它长期都有猫头鹰 作为一个猫头鹰 留下来 以后给人家来参观的时候 知道我们这边是有出产猫头鹰的 看到我们的机场捷运的开通 对我们古迹来做一个领头 带领作用 它能够促进地方的发展 随着桃园机场捷运开通 近地百年古厕准备好了 厂商也陆续进驻 被视为重要捷运进化路段的 A13地站 与A11坑口站 应靠近机场出入口 未来有不少国际旅客往返 看好人潮就是前潮 尽管进铁国内房市不断萎缩 附近房市成交量仍持续成长 其中以透天别墅新屋的成交量最高 约有三成 机场捷运这一块来讲 目前不但没有往下跌 我们这附近的中古只要一试出来 就我所了解听到的 可能在一两个礼拜以内 就被吸收走了 那以投资者来讲 你今天如果来买个透天错 2000万左右 2000出头万 那比比较市区买便利太多了 市区的话 我们这里别的地方不讲 你讲南侃巴德林口 只要像这一样的建物的话 一栋平均大概要到4000多万 陶渊机场捷运由台北车站往南 经过陶渊国际机场到陶渊中立 全场51公里 22个车站 从台北到陶渊机场 只要35分钟 面对通车时间越来越近 各家厂商无不卑足权力 抢工商机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渭谋李晶晶 台湾桃园报导